这里一龙猫猫 那里有一龙猫猫 黑夜街头 到处都是一龙龙的名种猫 我们都收到报料 近日出现大量名种猫被遗弃 当中有英国短毛猫 素格兰摺尔猫 金吉拉猫 陷螺猫 免阴猫等等 当时牠们的健康情况又是怎样 其实那些猫不算健康很差 或者很骯髒 但牠们都是有一些猫瘟、皮肤病 那些金钱线和体重过轻的问题 都是属于健康的差点 弃猫的地点 巧合地全部都在西贡 第一天在龙美川路垃圾站 发现14只 第二天在白沙湾公众停车场 发现13只 昨天在南围公寺都发现8只 爱户动物协会收到消息后 也派人到现场进行救援 怎算过被遗弃的猫猫 共有35只 亦把牠们带回外户动物协会自理 到底这些猫 为何会被遗弃在这里 外户动物协会又怎样看这次事件 我们相信以我们的经验 因为这些猫都是一些有品种 我们相信是疑似一些宠物店 或者是一些繁殖猫籍的场所 扔出来的猫籍 因为我们都担心接下来 还有很多猫被遗弃 还有我们呼吁希望有知情的人士 或者能够提供资料 或者真的可能这些车镜 影响到有哪些人遗弃的猫 能够给到资料 我们的爱协 警方或者如故处作进一步的跟进 我们的爱协 其实对于这次的事件 是非常愤怒的 我们是很显摘那些遗弃动物的人士 因为遗弃动物其实是犯法 对于动物的健康和福祉是很严重的伤害